人气话题来关心 国二的历史课本引发争议 因为中国史被改成东亚史之后 魏晋南北朝的三国史几乎被删光光 只剩下短短的四行字提及曹魏的制度 而其他像是唐朝的武则天 安史之乱等史实 在课本当中只字未提 从商周到隋唐的国家与社会 2400年的历史 1600个字就讲完了 这也让老师担心 少了这些历史知识 可能会影响学生对国文古文的理解 108课刚上路翻开新学期 国中二年级的历史课本 却和印象中不太一样 内容大幅度删减 从商周到隋唐政权转移 像是武则天 唐玄宗等历史人物 全都被删光 只用四页带过 夸张的是连最精彩的三国史 原本应该讲述魏晋南北朝 位属吴三强鼎立 369年的历史在新课本中 致踢到曹魏的九品官人法 前后制胜四行字 他把武则天删掉 武则天虽然没有特别强调女权思想 但是他的作为 他的成果 其实是可以跟男人并驾齐驱 还有老师担忧 历史课本删减也会影响国文学习 像是苏东坡受到宋朝党争影响 一路被贬官 学生如果不知道这部分史实 古代文学读起来 恐怕沦为卖弄文词的文青 像譬如说白居易的长恨歌 就是因为有唐玄宗跟杨贵妃的一段爱情故事 那你今天把这个安史之乱删掉的话 那也代表着说人们无从去了解白居易所写的背后 不过对于这样的课刚刚大学生反应倒是很两极 国二中国史改成东亚史 读起来虽然轻松不少 但目前高中历史内容不变 恐怕会让学生未来衔接课程 难度再升级